中国又站到了一个历史节点 这个节点不仅连接过去与未来 也将现在标注成意味深长的瞬间 这十年风雨兼程 中国已走出海面 所谓是非经过不知难 十年的足音已走进历史 常为见证 见证着胡锦涛温家宝 作为执政者的情怀 也见证着我们这个国家 乃至我们每个人的记忆 2002年是2月5日 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来到了西白托 并在一组被称为赶考的雕塑前 久久瞻仰 这被看作是中国执政者这十年赶考的起点 而作为从政者 胡锦涛和温家宝赶考的起点 则更早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定格在1985年 43岁的胡锦涛出任贵州省委书记 此后无论是在西藏还是上调中央 他一直以举止端庄 沉门内敏世人 我一定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 苛敬职守 勤勉工作 为民服务 为国尽力 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 诚心诚意 接受人民监督 言语立即 年级奉公 兢兢业业 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同样是在1985年 地制队员出身的温家宝 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 继而逐渐 以笃定务实的形象 出现在世人面前 我从在大学学地史 到从事地理工作 整整25年 这期间 大部分 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中 度过的 掌柜2500个县区 我跑遍了1800 我深知人民的期待 我心里总默念着林泽徐的两句诗 狗立国家生死以悦 其余过苦必须之 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 入干年后 两位都来自于基层 并在中西部建发达省份 有过执政经历的中共领导人 成为大大 开启胡温新政时代 然而 此时的中国社会 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 不同领域的矛盾 旁根错节 各种灾难考验不时出现 新一届领导人 成熟着常人 难以体察的掣柔与压力 为了旅行好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我们一定努力做到 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信 利为民所谋 始终做人民的公仆 如果说我现在的心情 我觉得我身上的单子 有千军中 因此 当好中国的组理 不容易 谁都没想到 考验会来得如此之快 一场突如其来的 非典疫情爆发了 估计套温家宝本 则无畏风险